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非常高兴回到我们体州会客室 上个月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停了一个月 今个月是什么月 十一月 十一月 通常澳门的就是大赛车月 今天非常非常高兴 我们下星期在赛车 也非常高兴请到我们两位澳门的车手 就是梁汉超和郑明聪 阿超和阿聪仔 去年我们有F4的赛事 他们分别赢了冠军和亚军 当然除了两位之外 还有我的拍档 Maggie 徐软盈 今天非常高兴回答案 首先跟你说一声 你们今年是否会继续乐场 是的 今年继续乐场 那你是什么人 你来到了 来到了 你想问他们什么 现在的轰轰轰轰声 关不关你们的事 当然不关我事 我们是专业的 我们在老场才有声 好像早前在珠海 你们都已经在做一些赛事 那来说一说现在的情况如何 我们两个上次在珠海 都是一个准备 我们是整年没有駕过车 我们去珠海 参加过四个回合的比赛 就是当一个热身 成绩如何 成绩都可以的 有两场第二 阿超很厉害 阿超 拿到四场第一 哦 其实作为热身 就是珠海 赛车 大家都知道 两个都很年轻 年轻有为 正所为 很多人都知道 其实在澳门 如何进入方程式行业 其实阿冲仔给阿先 你如何进入赛车行业的运动生涯 当时我五岁多开始 看到一份报纸 我爸爸吃饭的时候问我 有没有兴趣参加 五岁多 是的 五岁多 因为我爸爸本身都自己喜欢赛车 但他没有赛车 之后去了东莞 有教练去教 是赛什么车 是赛卡仔 小型赛车 没错 那时候还有一班其他的小孩 之后就逐渐逐渐去 那时候澳门已经有赛车赛车 没有 那时候 应该有 不过很年轻 我始终也不是很年轻 因为那时候太年轻 所以我十岁才在澳门 参加第一场国际性的比赛 那时候在英国 阿Chill又如何入行 其实是否像他那样 父母叫你去赛车 因为你从小时都喜欢赛车 我从小时 是因为陶门自己 这部电影有很多车手帽子 才是动漫赛 才是真人版的 我从小时 有时候都会出去玩 在国际地下有个机舖 那时候就有陶门子的衣服 我记得那时候 我自己什么都不懂 就跳上去玩 然后又跟大人在这儿斗 都赢得到 那时候都赢得到 那时候应该四五岁 都足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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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 八岁那时候 第一次跳下 一部比较简单的卡仔 都是跟学校出外去旅行 之后就赢了同学 回来 之后就跟大家说一件事 我经常说我想去玩四龄赛车 之后就 很有漸积 之后就去了 贡北以前年花万景城那里 室内的卡仔场开始 之后再过了一年 我就回来澳门 路环四龄卡仔场 来接受一些专业的培训 嗯 那其实你们 知道吗 由卡仔赛 怎样会转成方程式 还是有什么机缘 因为卡仔很自然 就转成方程式 还是怎样 怎样会有这个转变 我本身就一直有个梦想 就是去参加加兰胚子大赛 三个方程式 之后卡仔我就是一步一步 由全国冠冠 亚洲 冠冠 甚至去到欧洲 参加世界性的 卡仔赛事 嗯 有一定的经验之后 就 在有一个机会下 就去 在英国拿 开始方程式 然后就 开始我三个方程式 之旅 是怎样呢 比如你自己去找人 或是说 你打了这么多世界赛 赢了 有人说 冲仔不如过来 玩一下方程式 是怎样的呢 都有的 其实他们车队 有时都会去卡仔场看 纯粹是生意角度 问你有没有兴趣去参加 方程式的赛事 有一系列的试车 有什么服务 之后就经过这个沟通之后 我有第一次试的方程式 有逐渐之后的 格兰皮子 参加格兰皮子大赛 你也知道 通常都是卡仔赢了很多赛事 我是 那时候多数在国内 我在国内参加了很多不同赛事 我亦都 很小时候 已经破了很多最年轻 赢得一个赛事的一个记录 那时候13岁 亦是F4刚刚引入中国的这一年 也有很多车手培训计计 我都参加了一些练习 其实我真的跳到FM4 那时候是13岁 然后整个年 其实很多人都很羡慕 这些车手生涯是怎样的呢 其实 例如你来说 其实一个车手 就是我们运动员 就是游泳 每天都练习 每天都练习 你们的生活是怎样的 你们的生活是怎样的 卡仔之前练习会多一点 因为始终预算不太大 去到跑方程式 因为去练习一天 使费很大 所以通常都是做了一些 无疑驾驶的 这些一定的圈数 之后再加平时 我之前没有读书了 平时就去和体能教练去做健身 之后就争取每一次可以 开到一辆车做到圈数的机会 因为始终使费贵 所以就不会说试多很多车 为什么会很少不贵呢 就是说你们去到车队的时候 你又不是一个职业车手 又不是原来 要自己付钱还是怎样的 其实如果是方向程式这条路 是去到F1才会 甚至现在F1有些都不是 去到F1才是收工去参赛 去到在初级方向程式 F4 F3 F2 都是你去付钱 车队给车你和服务你 而去参加 为什么是这样 如果是谁支持你呢 我很开心 一来有政府的支持 和家人的支持 才可以参加到部分的赛事 当时 始终在外国 他们有很多不同的公司 愿意去赚很多钱去支持他们 例如石油 或者是一些汽车公司 就会很大力支持他们 阿超是这样的理由 你这个情况 谁支持你呢 都是政府和家人多 在外国 后期 我因为在中国也有赢赢赛事 也有些品牌 是肯赞助我 是参加2018年 亚洲F3 还有 欧洲F3一场 然后也有亚洲 就是加人匹自己的赛事 然后 上到F3的时候 其实这条路是 特别艰难 为什么呢 我上到亚洲F3的第一场比赛的时候 也是第二位置 那时候只有欧洲车手过来比赛 但是他们和我们的区别不同 就是 他们一年可以参加两场赛事 是 他们可能参加GP3 和亚洲F3的赛事 或者F3和GP3的赛事 他们参加 他们基本上每个星期都在赛事 在车里面 但是我们资源不足 那么练习可能会比较少 那么 其实是 很快 很难保持着 这个所谓的 raise fit 你不是长期在这个状态下 个人很难 每次都去到自己最好的状态 那么 我那时候是 跌了 可能上去100% 然后跌到80% 因为少赛事 因为不能练习 而且 我就不明白 就是练习也要钱 也要花费 为什么 这个情况是怎么样 其实 练习 因为一来 车是车队 车队会有很多不同的练习 来支持你 例如 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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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是 练习 去营运这些东西 所以 他们不会自己免费给你 除非是车手 给钱 甚至是车手 带有一个很大的贊助 在背后 去进行这件事 就是车队 就像一间公司 是 它是一个商业行为 是 那你车手 就去 加入车队 是 它就给你配套 你了 可能有些好些的车手 背后的车手 好些的 就 它比赞助到车队 如果有多车 可以跟车手拆 这些 情况通常很少 其实正常来说 是否 你们需要找一个经理人 去帮你们 找赞助 还是怎样的呢 其实是的 但是 这一行的中间人很少 特别是在 亚洲这一带 那 我们 作为车手 就是可能对着 譬如澳门的企业 我们去上海 文罗赞助 就是可能问 可否支持我们 没有人懂 去卖这些东西 没有人懂 就是把这些东西 真正的价值 呈現下来 那我们车手 我们自己也知道 但是你没有理由 叫自己去买自己的瓜 说自己的瓜很甜 你这样说 别人更加不会买 那 又没有人懂得做这些东西 那我们 只能够做的是 希望有人看到我们 即是你们都很艰难 变成一脚踢 自己又要去比赛 又要卖自己 分钟可能和政府申请 都自己填方 是的 我好像十六岁 十五、六岁 那时候出外比赛 我都是 爸爸可能签一份子 被我过关 就是我自己都搞定 我去到全部十六岁 我自己去英国 然后 那时候 那时候那些人很有趣 看着我 那个年轻自己 拖着他的行李走 然后 每个人都是 每个车手都是 有个经理人 有个体能训练师 跟着 但是 都是一个自己 有个体能 有个体能 其实真的说 车手这条路 都挺难走的 首先 如果你没有人贊助你 你根本找不到车队 如果你赛得好的 车队肯定赛 那 你有什么 就是说 其实 如何维持你的生计 其实 还有 如何可以维持到你赛车 真的 就是这样 很难 怪不得 大家误会 你们是有钱人家 很多人都觉得车手 一定是赚很多钱 是的 我以为是车队给钱 以为你家里有很多钱 通常赛车是一个 你可能买到那个位置 你去花这个钱 你买回来的 是经历 是一个 或者是一些成就 你可能会学到很多不同的东西 还有你是等于有了一个跳板 因为你是 真的是你自己去经历这一件事 就是你自己去 追踪这个喜欢的东西 没有人负载 那时候你自己是会 学到很多 一些人生的道理 就是很独立的 是的 后期我是17岁 我也是自己出来住 是 我也是在澳门 我也是自己住 自己教训自己 其实是 给到一个跳板 亦都是 比其他人成熟得快很多 其实有什么苦和落 落在哪里呢 就是这么艰苦 这么辛苦 你也要去 你很享受过程 你很享受你开车 就是你跟一群 Ferrari Academy 同一群 同一群 Bensi 青分 女洛青分 等等的青分 红油青分 的人 你同一群人 有这么多人 辅助着他 你自己一个人可以 站在他们中间的 你站在他们中间的位置 你已经是赢了 你心想 我不需要其他人去赴助我 我已经可以排名排在中间位置 其他人每次都有 家人背着 其他人推着你去做一件事 但我们可以自己做得到 是 是两个世界 今次听到超仔说 我一会想听聪仔说 他这几年 情况是如何 不过现在时间又到 先去广告 我们下一集再谈谈 中文字幕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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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 不可能 Defy Convention With the all new Mazda CX-3 The impossible made possible With the all new Mazda CX-3 The city can be desolate Make the city come to life Dynamics Comfort The all new Tucson Hyundai 返回第二部分的时间 刚才超仔说了一点他的经历 其实超仔的经历 还要赚人热泪 赚人热泪 比较神奇 峰回路转 我知道你赛了一段时间 你又停下了 去年再出来赛 其实这段时间 为何会停下 为何又再出来赛 我对上一次斗 就是2016年的格兰披治三个方形式 斗完那次之后 我就回到英国 完成了我的学业 就读了三年大学 然后就上年六月份 就飞了回来 然后隔离 之后我都没有想过说要 继续可以参加到格兰披治大赛 因为一直以来都是有F3 然后我当时的这个状态都不 很难可以再持有F3 其实当年为何你会不赛 会停下 16年后发生了什么事 因为一来我一直的梦想 都是参加格兰披治大赛 到之后都认清到 是你更想再上去斗F2 或者甚至是F3可以斗 整年是一个很艰难的事 因为始终都没有这样的资源 可以去支持 所以基本上就是每次斗大赛车之前 会斗到可能一两场的 外国、欧洲的三角方形式 就回来澳门斗 所以那时就是 因为那时是我第三次参加格兰披治大赛 所以就知道这个应该是一个终点 就知道再上不了去 就看看完成了个学业 因为始终学业都很重要 那回到来为什么又会 去年突然间又延续了把火 算年其实都很突然 去到十月尾才知道 今年会下场 那时又问我会不会想继续比赛 然后今年就教人比赛 那时我已经很想继续可以在澳门 因为我很喜欢澳门这个赛道 因为澳门这个赛道反而就是 我每次駕駛都觉得好像不想完 反而在外面駕駛 我永远都在想 什么时候完 就是完 所以我就很喜欢駕駛澳门这个赛道 然后再回到你的车坛 没错 你曾经去过F3 然后你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我18年那一年 已经算是比较完整的一年 之后我停了大半年 你又停过 停了大半年之后 Deword也是跌得很厉害 然后19年又有一辆新的F3 多了百多匹 然后是快很多的车 我一跳上去也是很辛苦的 对 我只是人家駕駛了整年的车 我駕駛了一个星期 就要跟他们去比较 之后就比较了澳门 澳门那一场 也有点运气 最后决赛30部车 都是19名回来 我觉得也算是挺好的 因为你对着那班人是 常常坐车 你自己突然跳上去一个星期 再开车 是已经是一个很好的成绩 我觉得 之后 20年 疫情 也有F4 亦都是我跟阿聪的情况有点相似 就是人家突然说 你不如赛上去今年的F4 然后我们一起去了珠海比赛 练车 然后就参加了比赛 然后我们今年又去到尾尾 还差一点 还不去珠海 今年的情况如何? 其实现时你们两个情况 作为车手 都是一个全职车手 现在赛了什么? 在疫情之下 你们怎样去玩这个赛车运动呢? 其实也挺困难 因为这年的赛事本身是6月份开始的 然后就一直有一些其他的事发生 一直拖到10月中才有这个比赛 所以这段时间都是没有开过任何车的 只是有空和阿超无疑 线上无疑开车 之后就 始终也很难 也有在珠海比赛吗? 我们就是上上星期 我们就比赛了四个回合的比赛 成绩不错 是 也可以 刚才阿冲仔说 他对于澳门的赛道很有感情 其实你自己怎样看? 很多人都慕名而来 你作为澳门人 澳门的赛道你觉得怎样? 我其实对什么赛道都很喜欢 但是澳门赛道可能会更加特别 特别澳门 我觉得是一个方程式 可以过车的赛道 而且也是直路非常之快 有很多的格斗 新F3又去到305公里 很特别 而且真的是一个过车的街道赛 对方程式来说 因为其他房车可能有点难度 但方程式是可以有很多的格斗 而且加道赛来说澳门已经算是非常之好 起码有个位置给你过 普京湾之前 你好像F1去到新加坡 或加道车的街道赛 也比起来其他交道赛 都比较辣 基本上国外还有某车的 所以能阻止 其实有些车的位置 就已差不多 可以输入了 就没有叛车了 这辆车的变化更加大 那时有一个记者问我 我問F1在澳門會否危險 我覺得如果真的有人想等這塊錢去做這些措施 我覺得其實都是做得到 就像摩克哥這樣 你條路更加窄 你都是有在三邊 有些少的位置 極速只有297公里對一個F1來說 但你F3在澳門已經305公里 其實我覺得是有這個 如果真的可以去改一下措施 是有機會做得到的 因為澳門真的太特別了 還有連維特爾的時候 疫情的時候不斷減措施 他都說 如果可以在卡人達上加一條賽道 他都說是澳門 澳門在每個人心目中的地位是好 每一個F1車手都來過澳門參加比賽 每一個知名的車手都來過澳門 每個人都說澳門是最特別的 我有一個問題 其實為什麼你們做方程式車手 會不會駕駛房車 其實會不會駕駛房車 會不會駕駛房車 你叫他們 如果駛開方程式的時候 如果有機會駕駛房程式 我們當然會駕駛房程式 如果我們真的要轉型的時候 駛房車 都是要帶人請 才會駕駛房車 駕駛房車 駕駛房車是否真的有不同 兩個世界 一個反應可能是會慢些 一個反應很多東西會來得很直接 這個就是方程式和房車的區別 即是房車都有這個反應 都有這個速度感 但方程式很多東西是更加直接 你每次都是一個很細微的動作 就會有一些很大的動態 但是房車可能部車比較重 以及車身比較高 可能會不會那麼敏感 但是你們這麼年輕 你沒有說過這麼久的車 你沒有說過危險 或者是害怕 這件事 為什麼你們 是真的很安全 還是你們真的胸口有個勇字 一向都 其實我覺得方程式比踢球和打籃球 我看見人們踢球 經常會斷腳 打籃球會咬踩 反而好像 方程式 就算是很嚴重的意外 因為它始終保護措施做得很好 還有 越來越多保護措施 甚至好像 之前阿超有一個有Hello的F3 那個也是保護頭的一個措施 所以這個保護措施是越來越好 所以其實現在F1 說真的是一件很安全的賽事 不是的 你聽過 Niclouder 那些 很多以前的事 現在的保護措施都不同了 上次的炮彈飛也沒有事 對 也沒有事 你看到賽車 如果你真的有認真看數據 研究每年運動死最多人 其實賽車是排很後的 可能隨時比馬拉蟲 你拍馬拉蟲 你速死 賽車是否真的這麼危險 我也不覺得 賽車需要體力和普通運動 你會覺得不同 你有沒有玩其他運動 我以前也有打過爾夫球 與羽毛球之類的 你覺得兩者 其實賽車是否消耗體力 每天準備賽車是怎樣的 賽車其實是 需要甚麼力 手力、眼力、反應 一些反應 賽車的Race Fit 是很難通過健身房練出來 有少許難度 但你有一些很特殊的設施 你才能保持得到 你這個所謂的Race Fit 你可能要去到大車隊 才會有這樣的設施 賽車的體能要求都很高 因為我們的要求是 我們駕駛12圈 駕駛不下來都覺得不累 才叫做合格 是 或是我們下來 我們可能 即是去到F1 可能駕駛後 駕駛後 都會有少許困難 那些都是可以的 但是一定要是 你駕駛興奮的時候 是有一個很清醒的狀態 因為你每一個錯誤 你就會再見 你不像是Tennis 你不像是Bedlinson 你不像是藍球 我這個球失了 下一球可能有機會再追回法蘭大 但是你賽車一失五 你一撞完 你一旦轉了 你整場比賽就再見 其實是需要很高的集中力 怎樣訓練 例如你們去培訓 其實你們培訓的時候 最主要是學哪些 即是哪些東西最重要 是你的Focusing 還是其他集中等等 你們要訓練什麼 其實是一個車手 我們訓練體能 我以前駕駛仔 教練都會針對 去看看我有哪一樣不好 除以好像我不夠專注 即是可能有時候 可以做一個很快的圈速 不過十個圈裡面 只有一個很快 其他九個不知道在做什麼 就可能要我不停駕駛很多圈 所以我一定要保持著 在幾多個參 即是參車不可以大過幾多 在裡面 要保持著每一個圈 都很合理的去駕駛 那怎樣保持到呢 是專注力 還是要踩油 是有些東西幫到你 還是怎樣 駕駛車其實 說真的 越駕駛越多 你的水平就會越好 即是熟能生效 是很穩定的 是很難通過健身去做出來的 例如用模擬器 做不做得到 你要成熟 其實是把你的駕駛車 可能是煞車 油門 排盤 舊車等 這些基本邏輯 是幫你保持著 雖然你沒有壓力 沒有封駛 但是你說這幾個動作 是我們用得最多的動作 如果你的體能 踢到車的時候 駕駛得好 我們這些動作 也會跟上 即是我們想要的那樣東西 那模擬器其實現在是 對比以前真的駕駛得好 現在的E-game 也有這樣的選擇 已經不是打機 但是我看到他們 實質上 我覺得更難頂 一件事是 要抵得熱 你們坐著那部車 沒有冷氣 是 你坐12個圈 真的 出到你濕透 那時候去馬拉比賽 馬拉長期三十多四十度 我們又穿一層防火衣 內衣防火 然後跳下車 引擎又穿著 又四十多度 地面又吸煙 計算一下 對 其實有沒有計算這件事 你們不要暈眩 起碼第一件事 是 我們在Grid那時候很辛苦 我們沒有這個風 沒有這個風 沒有這個風 在這裏打下來的時候 是很焗很熱 然後有點難透氣 然後車底就用風 不斷吹著你 這樣對著你 讓你先透氣 今節很快時間又到 下一節我們就跟兩位車手 再談一談究竟 現時澳門的車壇是怎樣 如何發展澳門的情況 今年F4下個星期又來了 他們兩位的準備情況下一次再談 我們有什麼地方 男士兵 海底 看一眼 Hart Defy convention with the all new Mazda CX-3 The impossible made possible Defy beweging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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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都是上去爭奧第一 我覺得不會說有甚麼特別 今年的機會是怎樣的 我相信澳門上年我們兩個的表演 暫時沒有人可以碰到我們 但不知道今年會怎樣 可能有些國內好的車手過來 但我覺得我們兩個是非常有競爭力 預祝你們成功 剛才我講到 究竟現在澳門 你們作為車手 兩個都經歷過澳門怎樣成長 澳門怎樣開展 其實現在的情況是怎樣的 你覺得有甚麼可以做得更好 或者是… 小朋友 我如果想入門 門檻我要怎樣做 宴市是怎樣的 宴市的門檻其實是有少… 我個人覺得是有些問題 因為據我所知 澳門想參加少型賽車活動的年輕人有很多 每年有得參加 即可以18歲以下 直接參加最簡化的手續 是這個夏令班 夏令班每時都補飽 是全補飽的 但他們日常平時那時… 就不能練習的 不能練習的 即是有些人可能想出來先試一試 但他們一進去就說 我要18歲有車牌 現在可能18歲都沒拿到車牌 19歲要排期的 那… 但可以去車會申請這個會員 每個星期五、六 即是18歲以下的 對 即是星期五、六 這樣是可以去練習的 有私人的 然後做一些書 但有時候有些家長 未必有那麼多時間 其實當一個小朋友的那套火 是燃燃了的時候 是… 他們都更小 是比較被動的 最現實的問題 做會員要收多少錢 很便宜的 但我忘記做多少錢 會員好像一百元 入門 那也OK 但那些書案是犯的 這些書案是有些程序的 那… 我覺得都是接受的 那未來始終都要做的事 但是… 有很多人上去試 很多人上去試的那一刻 其實是有些… 影響 你… 你進去後 你又說18歲 我自己有一些學生 又是… 說他有個會員證 那他可能平時 你玩五、六 未必一定有空 即是家人 未必會帶到他去 那些私人 那他可能… 其他時間上去 其他時間上去 去到那時 又說你不夠高 那樣 因為你有個會員證 現在是你15歲 然後… 米五以上高 但之前好像有個會員證 但不用… 不用這個… 那個只是玩卡仔而已 是玩他租的那些部門年代 那你們那年代呢 你們玩卡仔的年代 我們那年代因為… 他不在澳門玩嘛 我就是在東莞開慈善的 然後東莞的場執了之後 就去了三水 三水就是… 廣州上少少 佛山附近 然後… 那裡我就玩了很久了 之後就有多在深圳玩 從來我也是在… 在大陸的賽車場比較多 那他們的門籍 即是大家玩的那個門籍是低一點嗎 不會低一點 即是可以玩的機遇多一點 即是這樣說 因為大陸的賽車場是私人去開的 那私人都是一個商業的模式 那你是有車來 我收你錢 我給你出車這樣 那澳門就特別一點 就是因為那個賽車場是… 是政府的 所以就… 即是如果好像他所說 有到火的話 即是不要計算現在疫情 很麻煩出去 即是反而去大陸就容易一點 即是你付錢就可以試一下 是啊 但問題就是你家長 可能沒什麼時間陪著小孩子 你要刻意去珠海 那你澳門又有一個這麼漂亮的場 我覺得其實這個門籍 如果有得調整的話 我是希望可以調整得到 因為現在澳門有一個很現實的問題 是我們兩個都差不多是最後的方程式車手 啊 最 是呀 我是…我變成了最年輕的那一個 即是我都二十的了 那我們其實兩個都很… 二十而已 很年輕的 但是… 你不是打算退嗎 是呀 看情況吧 哈哈 但是我們兩個有很好的資源 還有這個… 因為我們經歷過 我們有這個方向 還有我們認識很多… 即是我們對賽車這方面的知識 是一個… 是我們自己的專業 那麼我們真是有我們兩個是去… 正統地去學習 不如你們兩個搞對車隊 帶澳門的年輕人 即是怎樣從澳門走出 亞洲走出 國際有沒有這個可能呢 其實… 其實是有可能的 我覺得是 因為… 亦都是我們兩個 我們兩個很熱愛這個運動 我們兩個很熱愛這個運動 我們亦都是希望 以後我們將我們學到的東西 即是… 比回下一代的澳門車手 甚至乎是國內的車手 香港的車手都可以 那麼… 我覺得是… 沒有問題 那麼如果現在來說 我們有大灣區 現在時常都說大灣區… 其實這個大灣區的融合的時候 對… 你們想說發展這件事 想說將澳門的小朋友 或者澳門的人 可以繼續上去 即是傳承 傳承給你們 或者你教他們 他說教香港和內地都可以 有 不緊要教 問題有沒有機會 例如澳門或者國內環琴 現在其實… 有沒有… 有什麼可以想的呢 其實你們… 覺得… 絕對有得想的 絕對有得想的 最主要都是我們… 是否場地的問題呢 如果… 呃… 還是投資 或是哪方面的會… 澳門來說 有場地 為何又… 需要更多的是配合 我們需要… 真的好像我們有一個卡仔牆 是的 我們都明白卡仔牆 其實是… 周圍也有些公屋 有些東西 其實是真的會存在隔離 那麼… 我覺得是… 配合上會有一些… 可能需要大家去… 大家遷就一下 對 遷就一下 那… 即是說… 再說這個… 即是卡仔牆的噪音 你裝修其實都已經夠噪 你裝修你星期一至… 有個時限的 就算是… 你操音法都… 你操音法都是到… 晚上九點至早上 不知道幾點而已 差不多 晚上十點 下午五、六點 都是差不多 其實他們收五、六點 他們都是收五、六點的 是的 其實我覺得問題不在這裡 我覺得問題… 影響不大 你那個時間 還有你卡仔 那些租的卡仔 也不會特別響 其實如果真的把門檻… 首先把門檻降低了 有一群這樣的小孩去玩的時候 其實我們才有機會去做這個車隊 因為我們… 現在這樣做的車隊 我們是貧空做的 我們其實是… 但是你心目中… 就算要到黃水海 你的心目中想著 如果澳門要找一群小朋友 大約是… 從多少歲開始 最適合 你們教他們又接收到 又真是有能力 我覺得幾歲都可以 幾歲都可以? 三歲都可以 三歲都可以 你有心去做這樣 你三歲都可以 韋特本多是三歲才開始 三歲就開始了 爸爸拿一條繩綁住一隻手 跑步拉著卡仔這樣走 我也是 你爸爸真的有前瞻性 你們五歲就玩 八歲就玩 其實卡仔真的不危險 大家都害怕 如果我作為一個符號 幾歲想玩 賽車 這個就是講回正統的訓練 和一些偏的訓練 可能以前有些老師傅 有些老店的師傅說 說這裡又可以自修一點 彎入得不夠快 中國不夠快 你這裡再走快一點 然後老店自己麻了牆 你不知道 會有一群人 但我們是真的 我們學機是專業的 是真的我們 那時候去到歐洲 去到一些帶車隊 去學回來的 就是看著數據來做事 是真的一步一步去學習回來的 現在全部都在我們手上 那就靠你們怎樣去教其他人 作為車手澳門來說 他們覺得澳門大賽車 大賽車車手一方面 車的項目一方面 這兩年大家都搞了F4 F4也搞得不錯 又有兩位 對我們澳門人也有感情 我們澳門人也做得很好 都可以的 如果今年疫情之下 有這兩屆的F4 疫情過後 那你會不會有覺得 F4這個賽事 值得繼續保留 又跟F3繼續賽 你覺得這個情況 你們怎樣看 F4其實可以做一個支援賽 F1有F2和F3支援賽 澳門F3也有F4支援賽 甚至F4支援賽 是一個新型的類型 它亦可以吸引到很多國際的車手 因為F4是全世界 其實不單止中學有 意大利、英國、西班牙等等的國家 都會有這個類型 很多人可能會提前一年 去賽過F4 去熟習賽道 F4其實你15歲就已經參加了 會吸引到更多個年輕的車手 F4在外國的競爭也很厲害 一場比賽也差不多30部車 大家真的困得很厲害 就是大家去搏 全部都是一些電輕的血統 其實都是一個很好看的措施 即是卡仔之後F4是F4 現在它分交比較清楚 F4、F3、F2、F1 以前沒有那麼清楚的時候 F3下面有雷諾方定式 寶馬方定式 甚至福特方定式之類 就比較多元化一點 現在它就製造了一個 即是讓你容易明白 F1下面就是F2、F3、F4 F4就是方程式的入門 15歲就可以參加 一步一步 你越來越好的 你就會一直晉升 如果你是沒有那麼好的 你就會一直被淘汰下面的補償 那電動那隻呢 又是排在什麼位置 應該是F1 我覺得未來有機會 可能會並排 但是始終也可能會輕輕低一點 我剛才看到 既然現在已經規範了 F3根本就是入門的 而澳門這個賽跑道 F1差不多 跟F1的車售都很多來到了澳門 即是差不多是車售的墨加 如果是這樣 我們F4的新人 都能夠踏上海底這裡 即是很吸引力 我一聽到就說 是吧 來一來朝聖 來一來朝聖 其實過往都有 保馬方程式 和雷諾方程式 在澳門有比賽 即是就算是有三個方程式 都會有那兩場比賽 都會支援 支援賽 對 所以其實意思是F4都是一樣 只不過 名字可能轉了 有些混淆 其實F4和保馬方程式 都是類似入門 扭門方程式 可以給 因為始終F4是一個區域性賽事 就是每個國家都會有 F3就是比較 國際一點 即你會去很多不同的地方 區域性賽事 便可以減低成本 可以用多些車手 可以用最低的資源 去完成一整季的賽事 那麼F4其實 如果和F3都是作為一個支援賽 即是 譬如有些F3的 下一年他有機會參加F3 他前一年都可以參加F4賽事 他都可以報賣 澳門加蘭Page大賽的F4賽事 而去做一個準備 準備去下年去參加F3賽事 他便可以有多些時間去練習 如果其實我突然間 叮一聲說 如果F4會否變成 如果澳門繼續扮演 搞得好的 即是贊助或者搞邀請的對象 變成將來F4是澳門 澳門是最重要的一個站 會否可以發展 如果未來真的 因為現在起步 大家都不算 我們搞得好的時候 變成我們澳門就是F4的一個焦點地區 會否… 即是你們的看法是怎樣 我覺得有機會 以前都已經有做過的事情 以前的範圍一直都很好 甚至乎現在F4的時間 我們做的事比以前的步馬方正式快 我覺得F4絕對有這個資格 還有F4絕對有一個新車 都是安裝了這個Halo 我覺得這部車應該不會再快 這次會出現嗎 這次也是舊的那一部 我還想到有新車 是的 要過多一兩年 是的 現在其實很多 即是F4絕對的那些方正式比賽 很多都是想做國際性的 即是現在F4到F3中間 其實有一個叫F4絕對的 即是他現在也可能想把亞洲這邊的 F4的比賽 跟歐洲的F4的比賽 混合在一起 是的 即是一起去做一件事 其實也是想推國際性的 對 我覺得F4的未來 就算在澳門做國際性賽事 我也覺得是絕對有可能的 是的 時間非常快了 時間到這裡 又要說再見了 再一次多謝聰仔和阿超 來到我們的節目 就是說說賽事 亦都 19日再見 19日再見 亦都預祝你們順利成功 謝謝 做了好成績 加油 我們今個月的體者會客室 到此為止 下個月再跟大家見面 再見 再見